Hello 你好 今天我继续来朗读沃台华北京协会情细北京的真文 今天这篇文章叫做《北京二三世》 作者 全子 要真说起来 我只能算半个北京人 18岁去北京上大学 一住又是18年 18年在人的一生中不算长 可是这第二个18年 我却经历了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光 由一个雀生生的少年成长为一个男人 恋爱 工作 娶妻生子 甜酸苦辣 风风雨雨 有世事的无奈 但更多的是生活的温馨和甜蜜 每逢有人问我 你是哪儿的人呢 我总是爱说北京的 英语说 Home is where your heart is 我觉得我的心在北京 我成熟版 不知道遗传我爹还是我妈 中学的时候校归严厉 男女生都不说话 可是不敢说 不等于不想说 不等于私下里不偷着说 结果三十年以后同学聚会 情识解密才发现当初有好几顿呢 我大吃一惊 当初有些女生啊 看着比我还老实呢 怎么会 哎呀 简直难以置信 上了大学也没长大 每天就是一帮男同学 睡吧午觉 起来踢球 然后出去喝酒 四年就这么过了 公学院女生少 我们班只有三个 我从来没注意过她们 直到快毕业了 有一次大家出去喝了酒了 哎 看起来才意识到 哎呀 这三个女生都挺漂亮的 可是呢 人家大二就都名花有主了 我多傻呀 故事呢 是从大三那年初夏开始的 一天吃完晚饭 去教室上自习 经过学习委员的座位 看到桌上放了几封信 学习委员是个女生 每天呢 志愿来开信箱 现在我想想啊 估计是在等情书 我翻看了一下 没有我的信 但是呢 有一封陌生人的信 信封上没有名字 只写了学习委员收 嗯 我有点好奇 我知道不是私人信简 所以我就拿走 回去拆了 信的大概内容是 我是南京大学的学生 想了解你们学校明年研究生的招生情况 不知道能不能提供些信息 素位平生多有打扰 诶 我感觉写这封信的人挺豪爽的 我就找了一份招生简章 就记了 反正也无聊也是无聊 一年以后啊 该是午夜的天气 很暖和 满校园的丁香花开放 白的 紫的 粉红的 以嘟噜一串的香气浓郁 就要毕业了 天天无所事事 等着分配的结果 傍晚呢 喝酒回来 走在教室的走廊里 一个同学迎过来说 哎 头 有人找你 我这才看清啊 是个女生 连衣裙很文静 亭亭玉立 江南女孩的样子 她说这次来北京 是到北师大来面试的 也感谢我邮寄的那份招生简章 哦 我这才恍然大悟 她走的时候 我送她去坐公共汽车 毕竟是头一回和女孩子打交道 我有点手足无措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就那么尴尬的走在路上 离她远远的 夕阳西下 晚风清凉 转眼到了秋天 入学以后 我住进了研究生楼 中秋节晚上 我正在看书 忽然有人敲门 打开一看 竟然是她 接下来的春去秋来 我就像活在天堂里 浪漫 温馨 甜蜜 两辆旧自行车穿梭在北宫和北师大之间 穿梭在北京城 几年以后 她成了我的妻子 没有婚礼 没有嫁妆 两个人把被子搬到一起 就结婚了 我们买了20斤喜糖 骑着自行车 北京城内到处去送糖 让所有的同学都分享我们的幸福 我相信人的因缘是命里注定的 我相信时光像流水带走一些 也沉淀一些 有些东西变了 但是有些东西永远不会变 当年我的工作是在人民大学教书 房子是分不上的 宿舍在红一楼 一个桶子楼 我结婚以后 系领导照顾就让我同屋的搬出去了 三层的红砖楼 六几年学工的学生 改的 年久失修 木窗篮都烂得一碰就散架 窗户不敢开 楼里住了上百号人 有单身的 也有孩子的 房间只有十几平米 屋里放了一张床 一个冰箱 一个饭桌 也就剩两平米吧 做饭都得在走廊里做 煤气罐 桌子 锅碗 瓢勺 冬储 大白菜 大葱 都沿着墙边摆在自己的门口 水房共用 洗碗 洗菜 洗衣服 洗尿布 洗的衣服被子要晾在楼外的铁丝上 人大院里人很杂 你得看紧了 要不转眼就丢 我丢过的东西就很多 有自行车 被子 甚至土豆 白菜 到现在都在做噩梦了 做晚饭的时间最热闹 大家都在走廊里 烹茶煎炒 东家送一点 西家尝一尝 你给我一根烟 我借你一根葱 说说小小 一时间好像人间没了烦恼 受不了的就是头一个哥们和他的女朋友 俩湖南人天天炒辣椒 整楼道的人都要枪死了 可这家伙呢 长得一副憨厚可爱的样子 大家也没脾气 水房里都剩饭剩菜 所以招来了很多的耗子 又肥又大 特别恶心 有一天早上有一只荒不择路 竟然跑进了我们家 哎呀 我们全家翻了找啊 轰啊 折腾了整个早上 才算把他给轰出去 女儿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出生了 空间虽小很恶劣 却也不妨碍他长大 我们喊邻居老杨 他也奶声奶气的喊老杨 逗得大家要哈哈笑 他还喜欢蹒跚着去敲隔壁的门 然后爬上人家家的老板凳上玩 那哥们儿只好给点好东西 打发回来 估计也烦呢 正谈女朋友呢 家里环境不好 所以我喜欢带女儿到户外去玩 楼外校园的环境倒是很好的 前面是中心花园 春天开满了迎春桃花 后面呢是大片的银杏树 秋天金黄的落叶铺满一地 就在这楼里楼外楼前楼后的奔跑中 女儿慢慢的长大了 她童年可爱的样子和那栋红楼 也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当年的生活还是有一点心酸 只不过我们当时都年轻 有希望所以苦中作乐 忙着笑着就过来了 而对于今天的生活 那些经历反倒挺珍贵的 所以呢才成了值得回忆的东西